大家好 我是小琪 我面前的这颗荷兰铁 已经栽种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栽种 当时是黄泥土过来的 然后给大家换份做视频了 现在是不是长得非常不错了 它的叶片长得是非常好的 只要我们多给它见光照就可以了 我这个环境呢 夏季的时候是遮阴的 但是其他的时间都能够见到光照 它非常的喜欢 如果缺光的话 叶片颜色就会浅 而且长的叶片颜色也会薄很多 所以说我们养它 只需要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肥料是必不可少的 一定要定期的给它补充肥料 给它用什么肥料呢 一般我们盆土表面 只需要给它发上多元色的 缓食肥料就行了 这样去半年给它发一次 它就不会缺少肥料 然后再去定期的给它浇灌肥料 由于它不是开花的 它是长叶子的 然后我们要让它均衡的生长 直接给它用这种复合肥料 一个月一到两次 浇水加到里面去 这样就能够保证它长得比较不错 如果说你养的 在室内养的话 不见光的话就要少浇水 浇水太勤的话 长得太快就会出现土浪的情况 见光充滞的话 按照小七说的方法 这样养的话 您也能够养好它 记住 如果盆土出现板结的情况 及时的给它换盆 尽可能用透气性好的 吵吵盆去栽培 这样我们家庭也能够带好它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觉得小七说的还可以呢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您要关注在头